他们都是在台东西 大家好,我是Tobi 最近很多家人朋友们都问我 你们在德国的情况怎么样 听说在欧洲现在很危险 你们现在还好吧? 放心,有吃的,有喝的,有卫生纸 今天我就和大家说说到目前为止 德国的一些情况和德国采取了什么措施 一周以前,估计大多数德国人 可能还觉得新冠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过去欧洲时间,感染病例翻了好几方 目前已经超过5000人感染 然后,意大利也封城了德国抗击疫情的策略 也做了很多的挑战 现在需要所有的人待在家里吗? 从今天起,几乎所有的学校、幼儿园都关门了 要关到服务圈之后,就是五周的时间 我们已经在家宅了两个星期了 但是,对于这些父母是义务工作的 或者超市守候员、警察 他们的孩子就是这些没有人照顾的孩子 被送到经济照顾儿童的地方 然后呢,小孩子也建议不要送到爷爷奶奶家 因为老年人现在比较危险 而且,其实在德国,爷爷奶奶和孙子的关系非常紧密的 那么,现在上班的人怎么办? 大部分的公司只要在家可以做home office 都要求员工在家工作 但是,想生产流水线这样的工作,还是要继续 还有,像超市、加油站这样的工作 他们也要继续 上周在德国还有足球比赛 但是,这周都凉凉了 德国出了一个新国议定 大型活动,比如超过100个人 政府建议取消 但是,并没有强制固定 比如几天前,德家出行了一场比赛 没有一个财产观众 这后的比赛也都取消了 内部人士表示 如果之后,防护辅导位 比赛还有可能继续 开玩笑的 然后,就大家关心的床够吗? 在德国,正中病床大概有28000个 问题是,80%已经被其他的病人占有 只有20%可以用 所以,现在政府要求 一切可以推车的手术 尽量推后 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重症病床 关键的问题来了 如果我感染了 我应该怎么办? 他们都是太多了 就这些是吗? 哦,对 你估计有多少量是吗? 现在早上10点等开门 我们现在等一等 看一看 要多久有一辆车出来 这个Driving检测 目前是只有周一到周五 早上10点到晚上7点 目前这个检测 不是开放工中的 只有一次人员可以 他们要先联系自己的家庭医生后 会得到一个code 然后就可以来这里排队检测 我看了一下 现在大概有100辆机车在排队等待检测 就是在那个白色的帐篷里 一次人员从头到尾都带在车里 但这个人怎么不戴口罩啊